世界的寶貴蟲 世界之真蟲 101選 為什麼沒看到101選 應該放這個位置 這樣看得到嗎 這樣看得到嗎 我看一下 這樣看得到嗎 要再低一點點 再低一點點 可是這樣我頭應該不會切到吧 這樣 這樣還不錯 這樣龍頭鐘就出來了 有看到龍頭鐘嗎 好,我們來打開 我已經開始了 我打開AV視訊器 先看一下 9點18分 唉唷,這樣看得到龍頭鐘還蠻清楚的 這是G2插交 超厲害,世界最強的插交數 這最大吧 準備要上公了 大家好,我是樂寫阿傑,黃世傑 非常感謝各位好朋友 又來收看今天晚上的直播 可能會有人問說 為什麼 最近好像很常直播 你知道因為最重要的是 就是 寒假要到了 而且 假日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們應該直播跟大家聊天 那我想很重要的是 我們可以跟大家聊一些什麼有趣的 那我想今天要來聊一種 神獸 為什麼會說神獸呢 因為 所以我想哈利波特系列的店裡面 有一部很棒的就是 怪獸與他的產地 那已經上演到第二集了 那天在臉書上面有朋友介紹我 他建議我說可以 來寫一本 怪獸與他的產地 但是其實我們在野外找到的都不是怪獸 我都覺得那是神獸 我們舉一個例子好了,比如說像 台灣的 百步蛇 百步蛇在山裡面被我們這些 算啊 之皇 這在南美洲 你去找找看 南美洲耶 長得很像奇怪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那我想 該講到百步蛇 他是我們在山上 我們這些自然生態愛好者 暱稱的山神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很難出現 而且他真的很有氣勢 那我想 感謝雅如已經分享了 不要想說要罵髒話 我有罵髒話嗎 你剛剛不是說A 真的嗎 對 我說感謝雅如啊 你這給我搞我 我剛剛是A幹 罵髒話罵髒話 抱歉 這是我們的特別來賓 請自我介紹 大家好 然後呢 你是誰啊 我叫我黃哲 是 那 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其實今年我一直沒有跟大家講 新年快樂的原因 是我想要回歸我們過的農曆年 所以在2018轉2019 除了是跨過一個 西元的時序之外 對我來說並沒有太大意義 我比較喜歡把我的重心放在我們過的農曆年 所以我會沒有跟大家傳一些新年快樂啦 諸如此類的事情 是因為我要會在這個農曆年的時候一次傳到爆炸 那我想 還不錯 還不錯 蠻好看的啊 你自己看 看不到 各位請說 我們特別來賓 是不是戴了這個眼鏡以後突然變得還蠻帥氣 對吧 你好像看那個變態的那個誰喔 變態周星馳喔 你們有同學上來幫你看一下 各位 特別來賓這樣有沒有覺得還蠻帥的 樓下的要不要看一下 你們特別來賓現在還蠻帥的 太好啊 眼鏡眼鏡 這個不是優先 有有 有人說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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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彥結好 會彥結好 蕭倫好 然後還有誰 明傑好 好棒 謝謝大家 其實 我很希望在假日的時候可以跟大家直播聊東西 那通常 等一下各位可以幫我留言一件事情就是 你希望我在幾點直播 早上 中午 晚上 那如果晚上的話希望幾點 因為正常來講我會挑這個大概是九點前後 或者九點半前後這個時間 我想大家可能都比較閒比較能 放下手邊的事物來聊一下 那平常日可能就是禮拜五禮拜六晚上會直播 然後再來就是禮拜三有可能直播 大概時序是這樣 我想要回到我們的主軸了 今天要介紹的是 一種神獸 為什麼會叫神獸呢 這隻蟲的外號 這樣看得清楚嗎 你不要用拿過去 你這樣我看不清楚 看起來一樣啊 我一直都是 哦這樣頭大了嗎 有有有有 這樣各位看到神獸的臉了吧 這一隻呢 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名字叫做龍頭中獅 龍的頭中獅 也有人叫它馬面中獅 但 簡言之它就是我們自然界中昆蟲裡的神獸 那我想這隻我們看側面 這隻是公的標本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隻其實 有沒有整個臉還蠻high的 很有爆炸 欸我的學長來了 衛星學長衛星學長 Grace您好 Grace您好 餅乾妹 對啊Grace您好 有啊大家都說你很帥 你戴著眼鏡超棒的 沒感覺 魚胸好魚胸好 天氣好 對龍頭出現了 這隻龍頭我想它是熊蟲 為什麼會叫熊蟲呢 因為它的腹部末端 沒有殘暖管 那這隻已經是標本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前胸背板 長滿疾刺 有沒有 什麼叫做長滿疾刺 從側面慢慢看 都是刺 然後有沒有覺得其實它很像什麼 很像森林底層的落葉 為什麼說要介紹神獸與它的產地 因為這隻龍頭宗師 你要到馬來西亞這邊的 呃 低海拔熱帶雨林裡面比較容易找到 那我自己的經驗比較特別的一次是 我們在森林裡面鑽 那那次是由西馬 就是馬來西亞這邊的土著它帶著我們在森林裡面 那晚上我們其實是在裡面稍微簡單的紮營過夜 隔天早上其實要出來了 可是因為在整理東西在拍照 然後後來就發覺落葉上面好像有東西在移動 你知道遠看它就像一片落葉嗎 這樣子看 有沒有它身上的顏色翅膀 其實就是一片落葉的樣子 所以我們在森林裡面你要找到它 老實說並沒有那樣的容易 因為它具有一個很棒的隱身術 但是呢 我們看這一隻 這一本是一併介紹 這一本是海野河南寫的世界之珍蟲101選 就是全世界所有的昆蟲 全世界所有的昆蟲101種在裡面 那為什麼會特別拿海野河南的這一本書 因為我在拍很多生態照 日本的生態攝影師海野河南 它影響我很多 我買了很多它的攝影集 相關的書籍 那我想這本書裡面 它把最特別的101種 在這世界上珍貴的昆蟲找出來 其中一種 我要翻給各位看 就非常點今天的題 剛才你沒有先翻到齁 沒關係 我慢慢的啪啪啪就可以翻到了 看到了吧 巨大顏面的威嚇 有沒有看到這一篇 你不要用拿走 我看不到 巨大顏面的威嚇 這邊有沒有 頭在這裡 這就是龍頭宗絲 所以馬來西亞產的這隻龍頭宗絲 也被選為世界最珍奇的昆蟲之一 101種之一 所以各位可以了解說 為什麼我要特別在今天 介紹這本很棒的書 也順便把龍頭宗拿出來 那我們剛剛可以看到這一隻是 這一隻是工蟲的標本 但是呢 這邊要跟各位展現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就是當你看到這種昆蟲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說它就像落葉堆一樣 所以我這邊特別準備了一堆落葉 把落葉拿起來 把龍頭宗放在裡面 各位這樣看起來有沒有感覺 就像在落葉堆裡面 這一隻是龍頭宗 文元好 一堆 一堆 是叫一堆嗎 Y-I-J-I-E 一堆好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很像 就已經偽裝在裡面了 我多加兩片在上面好了 這樣 這樣是不是有偽裝的效果 整個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 那因為我現在正有一本書在美編中 其實這本書美編 讓我跟出版社傷透了腦筋 因為這本書邀請到我的好朋友 也是指導我很多的一位老師 中山大學的顏勝宏老師 來審定內容 那現在就是希望把整個內容做到最好 我們才願意把它來上市 那 跟偽裝生物有關 這本書叫做 偽裝生物小百科 那我想 各位看完這隻公蟲以後 當然就是要請出真正的神獸出來的 各位都知道在自然的環境中 很多生物 母的 永遠比公的難找 母的 永遠比公的難找 腳胸瓶瓶 腳胸瓶瓶就是其中之一 可怕可怕 因為這個東西咬得很痛 喔喔喔喔 他是活的 Oh man 別咬別咬 各位 母的出現了 喔喔喔喔 我很怕被他咬 他是活的 他是活的 龍頭中獅母蟲 非常大隻 各位可以看跟公的比一下就知道 公母比例差很大 而且母的頭更大 牙齒更大 被咬了會爆血 浩宇好 不是擬太喔 魚兄 那個不是擬太喔 來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很重要的 偽裝跟擬太差異在哪裡 偽裝是讓你看不到我 擬太是讓你看錯我 看不到就是像龍頭中獅 他的顏色跟外觀在落葉堆裡面是看不出來的 擬太就好像有很多的蒼蠅 我好怕他咬我 很多的蒼蠅 他們顏色是黑黃相見 看起來很像蜜蜂 所以常常我們看到石牙萌會覺得 欸那是不是蜜蜂 那是讓你看錯我 那才叫擬太 所以各位請記好 有機會的話 在偽裝生物小百科上市的話 我會特別寫一篇相關的內容 當然我也在臉書上面成立了一個新的社團 跟一個新的粉絲團就是 偽裝擬太跟眼閉的有趣生物 這大家可以在網路上搜尋 在臉書上搜尋 我真的很害怕 為什麼他是母的呢 因為他是母的 我們特別來賓的回答真的是非常的點題 因為他是母的 你中膠的喔 如果這樣我還需要問是不是 為什麼他是母的 因為他是公的吧 那他為什麼是母的你告訴我 因為他有殘忍管 好 特別來賓終於回答很棒 因為他有殘忍管 殘忍管在哪裡 只給大家看 這一根 這一根就是殘忍管 可是你知道我有點害怕 因為我很怕他衝過來 就給我一口咬下去 你知道 你只要不傷害到他就沒有死 這種中師真的是很丟高的 我有曾經在影片中被咬過 各位如果要看我被咬的影片 到我的頻道搜尋龍頭中師就知道 還要按訂閱 還要按訂閱 各位現在可以分享 按你的左下角先幫我分享出去 為了義氣 幫我多分享一下我的直播 我這樣才有力氣再繼續做下去 都沒人看我會做不下去的 這樣好像很矯情齁 我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你想看就看 我非常歡迎你 這樣就對了 好殘忍管 柏俊 柏俊太厲害了 柏俊是內行人殘忍管 對 這咬下去絕對比超大牛扶餅更慘 這咬下去一定是噴血 所以龍頭中師是一種非常厲害的神獸 那我常常說 因為在我們東南亞的這些熱帶魚鱗裡面 我先讓他下來好了 我覺得他的口氣已經有點在對我微微笑 他吃什麼 等一下不急 好 來 我們拉到我手上來 啊啊啊啊啊 趕快 去救他 去把他救上來 然後用樹葉 不然我怕你會被咬 樹皮樹皮來 有樹皮在 用樹皮把他救上來 龍頭中師先跳下去 我們母的跳下去 讓公的來 公的 好 這邊講的就是要提我們怎麼來飼養這些生物 然後 因為我去過產地 所以第一個是你要提供的環境濕度 熱帶魚鱗裡面的濕度通常都是80%以上 非常的濕 但熱帶魚鱗 它的夜間溫差跟日間溫差又很大 所以通常在我的家裡面 早上我們大概都是在28度到26度 晚上大概在24度 那 在我的小房間裡面 我還有裝一台小台的電風扇 為了讓整個空氣是流通的 我想那是維持它環境的好方法 那濕度呢 濕度我在它的飼養箱裡面 放了很多像這樣的落葉 小心小心 這是真正的落葉 他會跳 會啊 當然會跳 這是真正的落葉 為什麼要放落葉呢 因為落葉 對上面或許乾了 但是下面呢 但是下面它的濕度還是維持著 整個環境的濕度是維持好的 再來就是我會餵它吃 動物性蛋白質跟植物性的 這一些食物 植物性的食物 首選是紅蘿蔔 跟大黃瓜 動物性蛋白質的首選是麵包蟲 但是麵包蟲不是拿去餵它 你餵它它會吃 可是它吃的對身體並不好 而是要它自己吃 所以我通常在旁邊放一個小罐子 裡面放幾隻麵包蟲 它爬過去它想吃 它就會自己去吃 太棒了 我們的城市特工都一直往下掉 馬來西亞產的 文遠 這是馬來西亞產的 所以大概這樣講 各位能了解嗎 那很多人會問說 龍頭宗師不是大家都說它吃肉的嗎 對你也可以餵它吃肉 但是它很快就會上天堂給你看 這是我接觸這種宗師好幾年來的經驗 我養過很多隊 最早那時候都覺得它們要吃肉 因為它看起來就是一副頭大吃肉的樣子 可是給它吃肉以後就發覺完蛋了 怎麼沒吃沒事情 一吃就都很事情 喔喔喔喔喔喔 看到頭了沒有 我發現你有一本書我還蠻喜歡的 哪一本 兒阿珍的紳士 兒阿珍的紳士 那本書很厲害 有機會再來介紹那一本 有沒有很漂亮吧 作者是誰啊 有沒有在正前方看到它的臉正在瞪著你們 龍頭宗師正在狠狠地瞪著你們 明哲偉會主 其實我覺得用蟋蟀味符合它的生態樣貌 但是 以我們在養的一個狀態下面 不適合隨時餵它吃這些動物性蛋白質 我比較傾向在它想吃的時候會自己去拿來吃 所以我用一個小盒子養 麵包蟲的原因是這樣子 那我想這樣的蟲你要在馬來西亞看到它 第一個是你要能到這種所謂的低海拔的森林裡面 第二是你要能有很好的運氣 那當然我覺得我的運氣通常都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走路走出來 為什麼說走路走出來呢 因為你一直走有時候它就在旁邊 你走路過去它嚇一跳跳出來你就會順便發現了 大部分的發現方式是這個樣子 所以各位在找機會到東南亞 不管是泰國馬來西亞或者印尼 菲律賓越南這些地方 先不管是不是針對龍頭宗師 你一定要到山裡面去走 多走你才能多看到這些有趣厲害少見的神獸 因為多走你才看得到 你不走你坐在那邊 當然你要運氣很好他才會爬過來 像我遇到的第一隻是一樣的 陳正義叔叔是在看 真的嗎 正義 正義龍頭宗師太帥 你要來讓他咬一下更帥 各位如果願意正義讓他咬一下的話 大家趕快按讚 我們下次再去讓他咬 然後咬完馬上直播 讓血噴出來 超帥 帥到一個極致 我先去 好 順便幫我帶水上來 特別來賓現在已經很習慣自動離席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你要來講你的特工隊啊 可是我要去喝水啊 那趕快把水帶上來換特工隊啊 馬來西亞很棒啊 所以我那時候才勸文遠 你有機會的話可以 想辦法存點錢去走一走 我常常會建議你要存錢 其實有很多啦 當然 能出去看一看 增長你的視野 我覺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晚一點 晚一點 像昨天晚上 大概在11點50分的時候 我們就有所謂的深夜直播做標本 那今天晚上我希望在 在黃世傑之甲蟲世界 直播做一隻牛頭扁的標本 因為 我覺得做標本是一件還蠻重要的事情 像這隻龍頭宗師 各位可以看 其實它飽色飽得很好 沒有黑 該咖啡的 該露出漂亮的顏色的 連觸角的綠都還在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連觸角的綠都還在 所以我覺得做標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怎麼把這隻蟲 留住它一個完整美好的樣貌 縱然你養到它死掉了 它都還能留成一個很棒的樣品 讓大家能看 不用客氣 謝謝 你看我們特別來賓很貼心 特別來賓來 你今天要介紹的書 從第一集開始 各位要捧場一下 特別來賓要介紹書了 陳勢特工隊 來 你要整個掉光 你不要把我眼鏡砸了 來 來 我建議 介紹這個書 你要先做一件事情 來先這樣拿著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說 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套 因為它是好幾本 一套很棒的書 可是我真的不算一套 因為它這個 四冊啊 它還沒有第五冊啊 哦 你們這樣就懂嗎 這是一套很棒的書 書名叫做 陳勢特工隊 陳勢特工隊 由小天下出版 那我想這套書呢 是由我們的特別來賓在看的 所以 你看的第一次還第二次還第三次 陳勢特工隊 好 那你先挑一次你最喜歡 跟大家介紹 你覺得最有趣的 你能講出東西跟大家介紹 好 你思考一下 我給你大概 三四秒 這時候我來回答 柏俊的問題 柏俊問說 龍頭中獅可以活多久 你知道這隻工蟲陪伴我度過了一年三個月 我沒有騙人一年三個月 我有照片為證 從我開始養他 到他買單一年三個月 很久 非常久 為什麼我看你 我看起來有點累 對啊 你為什麼看起來有點累 我也不知道 那你為什麼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你就快點介紹就不會累了 拿出你的心思 用你的精神 快點 你等一下弄完 你還要跟你的同學 什麼什麼連線 嗯 視訊電話 視訊電話 還是一樣十一點半 那你就謝謝再聯絡 大家好大家好 威力好 文明兄好 其實我覺得照顧最重要就是 剛才講的啊 神獸與他的產地 你必須看過這個神獸在哪裡 你必須真的了解他的環境 你才有辦法 好好的用他要的方式來照顧他 而不是我們腦補的方式 所以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我建議很多朋友 如果有機會趕快存錢 然後到先從東南亞開始 到處去走一走 去看一看這些環境 去看看這些森林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啟發 不管是我們對於環境的觀念 我們對於文化 對於生態 你都會馬上變得跟現在不一樣 因為你必須去看 你要感受 那才是最真的 來 你剛摔了書 可以介紹了嗎 你知道我真的很痛恨 一直摔書的事情 我超痛恨 但是你現在可以開始介紹 可是我剛才不是故意的 我大概最喜歡看的就是這本書 因為它裡面有提到NBA NBA還是NBA 我都習慣你NBA NBA就是打籃球的NBA 打籃球NBA 為什麼你喜歡打籃球NBA 因為有Curry Curry What is Curry Curry是一個籃球員 Curry是一個籃球員 他是神射手嗎 他是守中鋒還是守什麼 還是隊長 我忘記了 太棒了 他喜歡的東西都忘記了 這就是年輕人獨有的魅力 然後呢 因為我講到NBA 所以我才喜歡這本 可是裡面應該不只講NBA吧 它叫做陀螺圖陷阱 它就是一個密封狀的圖 那你要拿出一些 你要介紹這本書 因為它裡面是用漫畫的方式 來教導我們一些知識 知道你懂嗎 來去 你跟大家講你不用再翻了 你已經翻過了 你不用再翻了 它是用漫畫的方式 然後呢 然後來 呃 來 學 來傳遞 很棒的知識 對 來傳遞很棒的知識 對 有沒有 然後後面就可以唸了 準備 這本書叫做看漫畫學程式 準備好挑戰刺激的程式謎題了嗎 來 你把後面唸完大家就懂了 呃 在一間秘密的地下教室裡 霍普、艾寧和喬許 發現這座校園曾經是蜜蜂城市設計學校 在蜜蜂學校裡 老師、學生與機器人共同合作 揭開城市的奧秘 不是 宏觀城市的... 念經 唸經是不是 還不到你念經的時候 懂嗎 的奧秘 的奧秘 好 人家在幫你加油 你看到沒有 在幫你加油啊 欸 葛冠犬 欸 冠犬好 冠犬好 明天有比賽嗎 欸 巴蒂也來了 欸 巴蒂趕快 為了巴蒂上線 趕快先看一下龍頭宗師 感受一下龍頭宗師這種神獸 巴蒂好 你要不要來直播 我們可以讓這個龍頭宗師 好好咬兩口 然後血噴出來的時候 你的這個 關注的人數一定會爆量 超厲害 超厲害 阿 所以你繼續阿 還沒念完阿 趕快再念一下 喔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龍頭帥 母龍頭更帥 沒有辦法更帥 炸裂的帥 好 我們的特別來賓已經停機了 關機中 登登登登 有沒有 昨天巴蒂分享的那個超棒 登登登 好 那當然我在這邊還是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很棒 世界之真寵 我翻一種我拍過然後剛才我們的特別來賓覺得這怎麼會是真寵 但是它真的是真寵 來 這邊我介紹兩種 一種是 頭就 頭就外國起刷是不是 來 這個是臉不是頭 臉對不對 你說的是這個吧 這一隻 這個很厲害喔 這個當時 我看到這個蟲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這到底是蟋蟀還是什麼 竹傑蟲吧 這到底是蟋蟀還是什麼 竹傑蟲嗎 不是喔 它不是蟋蟀也不是竹傑蟲喔 有沒有看到它臉長得歪過其刷 這張臉很棒 那它那個螳螂阿 也不是螳螂喔 這張臉真的很棒 這樣有看得比較清楚嗎 中獅 這個叫做 織黃 在南美洲才有 枝是樹枝的枝 黃是蟲的黃 枝黃 這個是我 到南美洲真的有拍過 它在南美洲的種類好多種 而且在路邊 其實它就很像竹傑蟲一樣 偽裝在環境裡面 這個是我真的有拍過的 到時候有機會 我會寫在 呃 雨淩的書上面 或者其他的書上面 那當然另外一種 很重要 特別愛賓請坐 我先去上廁所可以嗎 我們特別來賓今天的狀態叫搞塞搞流 快去 沒有問題 另外一個是這個 情蟲 情蟲有阿 文遠 都敲類的 一定會有 這個叫情蟲 情蟲在我的 甲蟲日記部裡面 有特別寫情蟲喔 所以如果各位對這一隻 情蟲有興趣的話 在甲蟲日記部裡面 我有寫這個情蟲相關的一些故事 各位有機會也可以到台灣 各個昆蟲店 或者上伯克來 去訂購這一本書 叫甲蟲日記部 有兜敲嗎 我覺得文遠問得很棒 因為文遠就是喜歡甲蟲的人阿 所以我一定要想辦法找個兜敲給他看 巨額擦角 當然 好啦我看一下 唉唷欸 超大 全世界最大的 歌莉亞 喔喔喔喔 樹角 喔喔喔喔 人欸 人 你是豬頭或是不是 來吧 兜敲出現了 最大的毛象大兜 還有長疾大兜蟲 他拍的這張照片 其實我一直很嚮往 就是 毛象象兜蟲跟長疾大兜蟲在對戰 我覺得這張照片真的是非常棒 有沒有各位看到 左下角的這張照片 還是右下角 對我來講 這個畫面已經有點交叉了 當然裡面一定要有什麼 一定要有長疾大兜蟲阿 不是巨額擦角 一定要有長疾大兜蟲阿 所以超棒 非常棒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伯克來買這本書 叫做世界之珍蟲 一百選 不是伯克來 對不起 到日本的亞馬遜 Amazon JP 日本的馬亞遜 亞馬遜 日本的馬 亞馬遜 不是馬亞遜 日本的亞馬遜 Amazon JP 就可以在上面搜尋海野河南 或者是搜尋陳文堂星光社 就能找到這本書 這本書是個我個人很愛的一本書 對奇異果 然後今天是介紹龍頭宗師的飼養環境 有阿 陳剛好 我剛剛前面有講 所以如果你沒有從頭聽的話 沒關係這個影片到時候 我會整理一下 再上傳到我的樂俠阿姊頻道 YouTube上面去 那我想今天很簡單的跟大家分享 跟聊一聊 並沒有特別要講什麼事情 只是覺得這隻醜真的很厲害 最近因為怪獸與他的產地第二集 老實說我還沒有空去看 我很想去看 那 也剛好想寫一本書叫做 神獸與他的產地 當然我裡面會包含著 飼養的一些經驗值在裡面 那 因為這隻我已經產卵了 他生了還蠻多的蛋 現在在等蛋的孵化 所以很高興的跟大家分享 這一隻很漂亮的龍頭宗師 這一隻是母的 然後也很高興的分享 我們今天很重要的書籍 一本叫做 世界之真蟲101選 還有那個書 兩本給我 不要再掉來掉去 城市特工隊 城市特工隊這一套書 是像漫畫一樣 如果線上有親子的話 我真的很建議說 這套書很適合給 大概四年級以上的孩子來看 那它是用漫畫的方式 來引導你去思考很多事情 不管是 剛才講的 他說看到這裡面有MBA 那每一本的主題不一樣 這一本是 潮狀救命階梯 二進衛機械鳥 如果否則迷宮 還有螺旋圖陷阱 各位如果看不到的時候 可以到成品書店去翻一下 我記得在成品書店 每一間我都有看過這一套書 你可以翻一翻跟孩子 研究一下這個書 適不適合 個人很喜歡 小天下出版 你怎麼說要在成品中 城市特工隊 因為我真的有在成品看過 好 然後我們下面這邊有人發問 這套真的很好 真的真的 平和 是真的聖誕啊 真的聖誕啊 聖誕的照片 有機會有在PO吧 我只是覺得說 還沒有完成的 符畫出來 就並沒有去PO它 然後真的 再讓我們的神獸 我最喜歡跟神獸接觸了 尤其是被它咬了以後更棒 有沒有那個 達克的 喔他好乖 他自己進去的超棒 謝謝 他自己進去的話 我們就不再打擾他了 因為要回到他的家 他的家是一缸 超大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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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來賓 有人建議你要好好學英文喔 我的英文很好 應該是 來 請跟大家用兩句英文打招呼 すいま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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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文 Hello Hello guys I am Jackie Hwang From Taiwan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my channel Thank you everybody look my channel 應該是讚 我的牛扁 牛扁沒有吃啦 牛扁已經化泳啦 前兩天有直播 就還教大家怎麼去做泳士的開天窗啊 對啊 Happy New Year 趕快 現在是西洋新年 Happy New Year 等一下你可以講Happy New Year 嗯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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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 New New什麼東西啊 New New Happy New New什麼啊 太慘烈了 Happy New Year 對阿嬤都出來指導了 Happy New Year 你要什麼英文講兩句 Apple 聊天聊天 conversation OK 對話 嗯 哈囉 然後呢 呃 對 巴黎你昨天那個片子才又來了 他每次自動關機 所以你可以問 Hello How are you Hey How are you 然後你要說I'm fine I'm fine No no Thank you And you 嗯 I'm so so I'm so so OK You so so You hungry now Umm yes So maybe later I'm cooking some food is ok Umm yes Do you want to eat some I want some那個蚵仔煎 No 你就說I want to eat蚵仔煎 因為蚵仔煎是中文 你就講蚵仔煎 ok 嗯 你不用把它翻成英文 因為英文會不會不同 不然就直接說蚵仔煎 對對對 對 So you want to You want with the egg 呃 欸 蛋 蛋 要不要再加蛋 要不要跟蛋一起弄 不能我叫蚵仔煎啊 不 你要說ok 因為有人可以不加蛋 真的嗎 對啊 回答 回答 Yes Yes ok You want spicy 要不要辣 要不要辣 沒有 No No 對 Spicy is good 因為很 很 因為很什麼 講英文 英文很 Speak English ok 因為很辣 因為很辣 這個是英文就對了 你還敢說英文很好 有啊 有收到你的私訊啊 但是這幾天假日沒辦法寄啊 我要等假日才能把你的書寄回去 非常感謝你 對啊 天天都吃蚵仔煎 我們今天晚上 我們等一下做蚵仔煎 要不要直播 熱血上菜 哈哈哈哈 樓下已經有人在 喔 煩死了 沒差 對啊 有人講英文了 韋佑 那個是蚵仔煎的英文嗎 是嗎 啊 怎麼發音 Oy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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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是聽媽媽她 對啊我也是聽媽媽講的 Oyster Ome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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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yster Omel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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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的意思嗎 對不起我英文真的很糟糕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好玩 我去拿手機鍋 沛沛好 沛沛好 沛沛跟上了第二次 三不五十 喔真的嗎 謝謝韋佑 謝謝韋佑 對唷 鳳鳳好 新年快樂 趕快來跟吳鳳叔叔說新年快樂 有沒有 吳鳳叔叔新年快樂 嗯 新年快樂 吳鳳叔叔 吳鳳叔叔新年快樂 一點禮貌都沒有幹什麼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家勳好 我突然間怎麼一下人多起來了 歐姆蛋 Omelet 不是阿不是歐姆蛋 喔 Omelet是英文的煎蛋 對阿 可是我要的是蚵仔煎阿 蚵仔煎阿 蚵仔煎怎麼講 煎蚵仔 還是我們可以講洋精幫英文 蚵仔煎 我去拿那個手機google一下 不用啦 手機在這邊就有 你不要故意去拿手機 我google 沒有蚵仔煎阿 你要順便看一下第五人格的那個禮物來了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你今天已經把時間用完了 我們現在馬上用翻譯軟體看蚵仔煎 蚵仔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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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蚵仔 蚵仔 蚵蚵 蚵蚵 蚵 蚵在哪裡 蚵 蚵 蚵仔煎 蚵仔煎 前往 蚵仔煎 蚵仔煎 好發音 我們要讓他來發音看看 聲音是什麼發 蚵仔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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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出來,我去世界各地他們就聽得懂了 我也希望各位有機會你可以好好的去 利用你所學到的英文 不管是一個單字還是一句都好 只要你敢講,它就是一個溝通的橋樑 那我想今天很高興跟大家來聊一聊龍頭宗師 龍頭宗師母蟲又跑出來了 下去了下去了 下去收血了 我怕弄到他的腳 所以我們的蓋子先把它蓋起來 等一下要把它送回他真正的家 有機會在我的工作室裡面直播跟大家介紹我的工作室 然後工程的標本在這邊 那我想,媽媽有讀書 喔,媽媽有讀書耶 怎麼那麼感動,他用翻譯軟體 哈哈哈哈 搞什麼 好啦,我想最後還是要請我們的 呃,特別來賓跟大家講講今天的感言 請說 他有學到一個 所以呢,等一下如果各位有興趣 大概十一點半左右我會直播 在黃世傑之甲蟲世界直播做牛頭餅的標本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那邊收看那個直播 那昨天晚上做螳螂的這個直播影片呢 在我剪接好以後應該最晚明天就會上傳到樂寫阿傑頻道 那也非常感謝各位的支持 我想等一下就要跨年了 我用比較特別的方法來跨年 就是做標本 那我也用別的比較特別的方法來做標本 就是趕快睡覺 因為你明天要早起 不是視訊嗎 不是,沒辦法喔 沒辦法喔 你的朋友可以接受十一點半視訊 然後可能睡覺的時候是十二點多 我沒有辦法接受 他們都夜貓子 對,很棒 我覺得如果被他們看到的話 我大概會被打 被誰打 他們 為什麼要打你 因為我這樣說他們 對啊 他們是夜貓子 夜貓子沒有什麼壞 不是什麼壞話 就是晚睡而已 夜貓子就是講他們晚睡而已 所以不是太大的問題 對啊 這樣你懂意思吧 蛤? You know? You know what I mean? No 你的No是懂還是不懂? No No I know I know就是懂 No No的話就變成兩個含義 所以你到底是懂不懂 聽得懂嗎 I know OK,very good 我想有機會 我們還是可以多聊聊英文 在居家或任何的環境下 還沒要關 指什麼 我就是不關的 怎麼樣 我就是要繼續講啦 好好好 那換你講啊 Oster O 是Oster嗎 好像是吧 你應該是Oscar吧 Oyster 有個Y的音 Oyster Oyster 我是上大葉 平和是上大葉的啊 大葉班沒事可以看著做標本 還是帶標本去做啊 不行,上班不要亂搞 好好的上班最重要 對不對 上課也很重要 上課當然很重要啦 其實你知道嗎 還有河南這本書 我剛才突然想到 它有很多從 封面這邊 這個我拍過 林貝枯葉螳螂 龍頭棕絲 然後大琉璃出鐵金花 馬達加斯加的 長頸橡皮蟲 南美洲的數字碟 有啊 它封面我都拍過了 所以我可以寫一本叫做 黃世傑世界之真蟲 12345 五選嗎 五種都拍過 其實我拍的不只五種耶 可是這裡有機會再慢慢跟大家聊 我想最後非常感謝各位 Say goodbye 手放開 Say goodbye 好 謝謝大家 我們準備去做鵝仔煎了 然後非常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如果你對今天的內容有興趣的 你可以在 過幾天以後 在Youtube上面 搜尋到 這一段影片 那就可以複習 我聊過的這個龍頭中 是相關的一些 一些它的產地跟 飼養的故事 那非常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熱血阿姐的直播 謝謝你 換你 拜拜 我們都要變成突然關機的狀態 有人跟你說新年快樂怎麼都沒有回他呢 有啊我剛一直在講新年快樂 待會一件是怎樣 是 蛤 喔 懂了 晚一點要做標本 對 欸 怎麼按成 好奇怪 這個怎麼按